Hello 各位好 欢迎来到粉丝更新 然后今天呢 这期视频主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直播设备的一个架设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对直播本身是有一个想要去看一些教程 说我应该怎么去把一个直播做出来的话 可以点一下我这期节目 那今天主要给大家带来一款我已经用了将近有一年多 然后又买了第二台的这样的一台设备 好了 就是这一款BMD的一款导步台 那这款导步台是我在年初的时候问沈老板购入的 那也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嘛 那肯定能看到的是比较明显的是今年一定会慢慢的去转向直播行业 因为原来直播的一些导步台的话可能都要贵着8000以上 那之前因为饱受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这台15寸的MacBook是一个高配 但是因为OBS和苹果本身它之间没有那么多的优化的原因 所以我每次在跑直播软件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电脑属于都是在一个高功耗的模式 如果我想进行一些达芬奇的笔记本 如果要给大家做直播调色的话 我这边会直接当机 它这边会掉针 萌生的一个需求 因为我还是需要移动的一些直播的一些需求的 那所以当时呢 我就又买了一台 这一台呢就是这台 BMD家的一个Atom Mini Pro的ISO 这台和这台的主要区别就是它可以记录四路通道的一个视频记录 这台导步台带有一个网口 有一个推流的一个按键 我拿到机器以后其实经过了一轮设置 这个设置其实比较麻烦的 所以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的原因 直接进行推流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完全不经过电脑 这一轮OBS 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信号给推出去 但是重点就来了 就是它里面内置的呢 都是一些油管啊 INCE啊 这些内置的 所以对我们的国内的 比如说像B站直播的时候 它其实是没有像OBS里面的那些预设啊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地址打进去 然后把我的那个密钥打进去 我就可以直接去连上我的直播间了 所以今天在做这台设备的评测之前 先给大家带来一个解决方案 好了 首先呢 就是我们来到BMD的官网 找到这边的ATEM现场制作切换台 这边下载最新的一个固件版本更新 这个8.5.3这个版本 我已经帮大家给下载好了 那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 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链接里面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打开之后呢直接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用B站为例 那之前如果我们用OBS型推流的话 其实我们只要在这边打上服务器和传流密钥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点击确认 然后在这边开始推流 那但是呢我们来到ATEMINI这一边 却发现它里面呢只有油管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软件的后台去修改一个项目文件 同时让它支持Bilibili 那这一步怎么做呢 首先以Mac为例 我们首先来到这一个文件夹下 这个文件夹 有一个XML的一个后缀的文件夹 个人比较建议大家在这一个位置呢 首先先打开一个新的路径 因为我们在这边修改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对其文件进行复制 粘贴 然后把新的XML粘贴过来 然后我们在另外的一个路径里面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文本编辑 目前的这个位置上面 写着一个Facebook 那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个具体的名字 和它的推流的一个地址 那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替换掉这部分的 一是名字 那这边Facebook 我直接替换成这个名字呢 因为是我自己账号的一个推流 那所以我这边打 我直接打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推流的一个地址了 大家复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标点符号 好了当你保存完成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已经存完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给拖回去 然后点击认证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尝试一下打开 进入软件 我们来再看一下 在平台这边呢 我们这边就已经多了一个bilibili 那我们直接选择bilibili 能看到这边的服务器呢 就已经是我刚才的默认 剩下的就是把迷要打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自己平台的一个网站 打开这边 打开自己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选择视频聊天 然后开始直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已经打过这个地址了 那剩下的就是把直播的密钥 那复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进行粘贴 好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能否正常的来直接进行直播呢 首先我们点击开始直播 好我们在房间后台打开的情况下 输入完这些必要输入的东西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开始直播 好可以看到的是已经开始直播退流 同时我在右下角也看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 每秒输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质量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想停止直播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快捷 可以直接关闭 然后这台导播台呢 我后面一定会给大家出一些 关于使用体验的 我觉得就不用评测了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很不错 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 其实你们也看到我已经买第二台了 方面是我自己平时有可能做频道直播 因为之前有跟南光的 有一些线下课的一些合作 把我的线下课的一些内容 更多的去运用到我之后的一些内容里面 所以我很希望我现场可以录制下来的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6到8小时的一个拍摄 其实那个素材量会非常的大 当时我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我在现场接了导播台 然后呢两路信号走无线图传 然后我就可以在现场的大屏幕和现场的 比如说监视器的一个反送里面 我可以给大家直接看到 我打光的一个侧拍全景 我用了什么光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现场的监视器里面的画面的变化 是什么样子的 那更多内容肯定是要下次用 如果说你自己还是有这部分需求